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ood Morning 要是展新的一天 我們今天來到了宜蘭旅行 又來了 上禮拜才來 然後這禮拜又來 超愛宜蘭 整個很想要搬來這邊的感覺 對 而且這邊住的又很舒服 住在這邊就可以住比較大的房子 小朋友在房子裡面跑來跑去玩玩去 就覺得超幸福的 那我們今天中午來到了這邊的一個 美式餐廳 它是一個牛排館 對 叫牛仔驛站 牛仔驛站 今天中午決定要來挑戰一下 我們全家人要來挑戰 26盎司的牛排 27嗎 27嗎 還是28 我不知道 不知道2627還是28 反正就很大一塊 很大一塊 不知道我們全家可不可以吃完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挑戰一下 到底可不可以吃完 28、29牛排 有信心嗎 有 近聲韓話 好 那我們數到三一起加油一下 1 2 3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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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要負責吃20喔 你吃20好不好 阿媽媽吃3 爸爸吃5 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好 試試看 Cody喜歡吃牛排嗎 嗯 嗯 喜歡吃牛排喔 聽說那28盎司的牛排 它的筋比較硬 比較多筋 比較多筋 想不動 想不動 想不動那怎麼辦 那我知道了 阿 媽媽吃筋 爸爸吃肉 雞也是肉 好不好 阿媽每天都在吃筋 OK好 那我們就等牛排來 準備開始挑戰 哇 哇 可以可以 哇 傳說中的26盎司 請問上面為什麼要放一些樹葉在上面 超大的 我飽了 看起來就飽了你知道嗎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比想像中還要小一點點 它不是很寬的一種 它是比較厚 你看它超級厚 大概有五公塊左右 很厚很厚的牛排 哇塞 不過我們現在遇到一個狀況是 Cody睡著了 所以原本我們可以三個人吃 現在要變兩個人吃 欸你們不要小看Cody喔 Cody也是很會吃的 它其實可以幫忙吃很多 那它現在睡著了 它可以吃這一塊吧 對它至少可以吃到一部分的肉 它剛剛有說這個肉它的筋比較多 所以它會很有嚼勁 我們不確定我們到底 咬不咬得動你知道嗎 因為蘇珊其實不愛吃筋很多的牛排 但是呢 我們為了要挑戰 所以我們就點了這個 這一塊感覺筋還好 不錯 是好吃的 它沒有因為蛋然後不好吃 它那個炭烤味道好香喔 我喜歡那個炭烤味 喔 好吃耶 好吃耶 這是我們吃第一口跟第二口的表情 不知道吃到最後的時候 還會不會說好吃 好吃 因為東西你知道亮多了 吃多了就不一定好吃 我覺得筋的部分還好耶 因為它剛剛一直跟我們說 如果怕吃筋的話千萬不要點 感覺說它的筋量很多很可怕這樣 但是其實點過來之後吃就發現還好 還是還沒吃到筋 還是它不想讓我們點這個 不嚇嚇我們這樣 我覺得浪費食物 對 我覺得它這招蠻強的耶 它剛剛一直跟我們說筋很多筋很多 可是我們吃起來真的很好吃 結果反而就會覺得說更好吃的感覺 我覺得油花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吃起來很嫩 油花比較嫩 我喜歡吃油花 可是就不會全肉的對不對 對 全肉我覺得有時候咬不動也不好 然後剛才它有特別建議說要點五分熟一下 因為好像筋比較多 所以如果點太熟的話會完全咬不動 那我們就跟它說五分熟 然後它說如果 兩口香糖 對 它說如果真的吃不動的話 它再幫我們加熱 而且它的價格也不貴喔 它價格是七百塊而已 所以非常划算 剩一整塊 每次都好準 剛剛先吃小塊的 小塊的 新品有很多 現在大塊這個也是 大塊吃起來比較爽喔 然後大塊吃起來它的肉汁比較多一點 它有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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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切到手痠 這個肉比較多的 這個是油化比較懂的 反正這個就比較硬 它一半一半 它一半是那種油化很多 然後一半現在我們現在在吃這個 就是肉比較多的 肉比較多它就 比較有嚼勁 但不會咬不動 我已經吃到一半了喔 應該只剩一半了 因為它的那個油真的比較多 所以切起來它那個汁超多的 牛排的汁 如果怕油的人應該會有點害怕 看起來 但吃起來真的很好吃 給你們看一塊 看起來很嫩喔 是好吃的喔 我以為是吃軟的 我看給你們看 反正不好有 太軟了 我必須要喝一口飲料 切到什麼好酸 吃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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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切的手好油喔 很油嗎 好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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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到筋了 謝謝 好酸喔 很主動 很主動 我這邊風味比較好 你看這塊 這塊真的是超美超級美 Ju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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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才700耶 天哪 太划算了 好好吃喔 雖然已經快吃完你知道嗎 沒有那種痛苦的感覺 我剛才想說我吃到後面的時候會很痛苦 但是它那個油花的味道還是很香 好香喔 超愛吃牛排 哇塞 剩最後兩條了 好強喔 欸我覺得我們速度很快耶 我們真的是一口接一口 都沒有停下來 二十分鐘 因為如果你咬到那種很難咬的 你絕對會停下來 但是今天沒有 我剛才只有染到一口 那個新海邊的 對 從頭到尾只有一塊喔 沒有 剩最後一條了 天哪 我們真的吃好快喔 而且還沒有飽的感覺喔 完全沒有 兩個人吃剛剛好 而且我發現點真的很划算耶 因為我們剛才原本沒有要挑戰 沒有要拍影片的時候 我們想說要點兩個嫩煎 兩個嫩煎 兩個嫩煎加起來是快要900塊台幣 但是這一個才700 欸Cody請了 剛好跟上最後一條 剛好跟上最後一條 來 哇 新戰力加入 Cody起床馬上幫忙吃一個 超好吃的 YA 挑戰成功 原本想說會很痛苦的挑戰 但是發現 欸這很爽的挑戰耶 因為超好吃的 還蠻好吃的 對 我覺得被店員騙了 因為店員一直要阻止 我們要點這道 但是因為大家都不敢點 你知道嗎 剛剛店員一直說那筋超多 結果全部人都不敢點 只有我們敢點 所以點了 然後結果超重 我覺得超厲害 而且不貴 真的不貴 才700塊而已 對 然後那個肉 真的我覺得筋 我們只吃到一口筋 然後一口筋 我還要咬下去喔 是只有蔬菜那塊 可以稍微硬一點點 然後其他都可以 我現在七月不要亂講 推薦大家如果有來吃的話 可以點這道 而且我們兩個人吃剛剛好 兩個人吃就可以了 但有點油所以 不敢給他吃太多 所以不要吃太多 OK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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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